首先第一個 我要做什麼 1號出現的機率多少 所以你可以游標放在B2 插入函數的時候 用剛剛用到的COUNIF 統計 統計類裡面的COUNIF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細節你就注意到就好了 類別 然後哪一個函數 將來這個函數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按確定之後 第一個 range Range 顧名思義 它其實應該用中文的 不過它沒辦法 Excel 都是英文 那你只要說 這是範圍 按F3 什麼範圍 就是開獎101裡面 幫你算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1號出現的機率 那1號在哪裡 這邊就1號 你就點一下1號 它就出現17了 按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不過呢 像下填滿 算完每一次出現的次數 可是我們不是要次數 如果這一題是101年的次數的話 那就OK 可是它的機率 那機率就是必須什麼 除以什麼 除以那個 它101年全部的號碼數量 所以我們可以用除號之後 後面再加一個count 所以再加一個函數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前面這個地方 下拉清單 那剛剛有用過count 所以你可以點選 也就是說第一次使用函數用這裡 這個是第一次 第二次 比如說後面還要用count 那你就在這邊加 它會幫你把count 放在這裡 來試一下 除以總共的數量 count 然後呢 全部幾個號碼 F3 然後把開獎101 放到這邊 所以你會看除以count 開獎101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但是你喔 得到機率 你會想說 哇老師看到這數字我頭暈了 為什麼 小數也太多了吧 可不可以讓我感覺輕 就是容易理解一點 好啦 那不然我假設用另外一個格式 就是 一萬次出現幾次 一萬次 所以把一萬當分母 然後呢 幾次當分子 那怎麼做 其實有個方法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你可以選擇分 這邊有個分數嘛 有沒有 分數就是 分母是多少 那分母的話呢 這邊有沒有一萬的 沒有一萬當分母 只有一百當分母 所以喔 假如說我今天是要一萬次出現幾次的話 那你可以先找到一百次喔 當分母 可是沒有一萬怎麼辦 沒關係 有個方法 你可以去自訂 自訂的話 意思是我自己再補兩個0不就好了 所以喔 你可以自訂 選擇以一百對不對 按一下自訂 然後請你在這邊有個公式有沒有 輸入兩個0 有沒有 這時候按確定之後呢 應該呢 向下填滿之後呢 你會發現喔 這樣子可閱讀性應該比較高啦 有沒有 比剛剛好 好多了我覺得有沒有 一萬次出現 兩百四十五次 對不對 好 那再來 一百零二年怎麼做 其實剛剛會講喔 如果一百零二年跟一百零一年喔 他的公式基本上一樣 差別只有開獎一零一改成開獎一零二 所以比較聰明的辦法就是 複製一下有沒有 先複製這個公式 按取消 切到這邊之後把它貼上 然後改這個嘛 開獎一零二 所以喔 所以喔 定義名稱的好處喔 就是喔 你根本其實什麼事也不用做 尤其比如說每一年每一年 那你只要定義那個每一年的名稱 以後改這個名稱的地方就好了嘛 打勾 那 好 那機率部分怎麼辦 我如果想要設定跟它一樣 那當然你想說老師 是不是按右鍵再出稱格式 然後再去用分母100那個 其實跟各位講喔 分數 那你可以再做一遍啦 自訂嘛 這邊補兩個零 這是一個方法 但如果你假設要更快的方法 你可以用另外一招 就是把這個格式給它 那這個格式呢 如何給它 很簡單 你就先選它的格式 上面一個刷子 這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這要複製格式 再把這個格式呢 丟給它 它就會跟它一樣 就格式了 OK喔 那這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那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按一下 它就複製一次 如果按兩下就可以一直重複 重複的複製喔 OK 所以我們就怎麼 你們這邊有想 底下有說明 說明的 可能自己看一下 按一下就好了 把這個格式給它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招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格式一樣 你不用重做 點兩下 然後合計的話呢 就是把兩次加在一起 等於什麼 加一個等號 這一次 再加什麼 加這一次 兩次加在一起 打個勾 有沒有 那就向下填滿吧 那排名怎麼算 哪個多哪個少 插入函數 一樣用統計 統計裡面的那個 R開頭的叫 rank.eq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 如果你要算那個 比如說排名的話 數字高低 或學生的名次 你可以用這個 rank.eq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問你說 它的成績在哪裡 它的成績就是這個 它的成績 那第二個一定是 它在某一個範圍之內 REF通常是參考範圍 叫reference 參考範圍呢 就是指第二 到第一的最下面 所以其實有個方法 你乾脆把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合計好了 Ctrl C 有點像剛剛一樣 把底下第二 捲到最下面 按個shift鍵 這個範圍 給它一個名稱叫合計好了 Enter 那以後的話 我們如果用那個 剛剛用的那個 rank.eq的話 有沒有這個 你就是 它的成績在這裡 它要指的那個範圍 按F3 給合計就可以了 那order的話 它就是0或省略 表示遞減 意思就是 成績越好的在上面 第一名是成績越好的 對沒錯 那就是省略好了 我們就不用再填任何東西了 好 那按確定 你會發現 我們就可以把名次全部排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號碼出現是第一名的 在第七是12號 然後第二名的 21號 有沒有這些號碼 所以如果你們有在買那個樂透彩 或者大樂透 現在都變大樂透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參考一下 有沒有 那就是 下課的時候可以 就是去買一張樂透彩 現在大樂透 禮拜二跟禮拜五開獎 就可以買個希望 如果你中的話 你可以跟你爸媽講 爸媽你們可以退休了 以後我養你 養你們 感覺好像在做夢一樣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馬上統計出 這個排名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 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就是說 我們 先利用康乙福 有沒有 開獎101 然後這個是1號出來的號 除以 全部的號碼的數量 就693 OK 所以他17除以693 那就是 0.00245 一堆 小數點 然後我們再利用什麼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先分數 找到這個 然後再製定一下 補兩個0 然後並且的話 把公式複製過來 然後複製個在這裡 這個是兩個相加 這個加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把什麼呢 把它的成績 跟全部比較一下 得到的名次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